224 《文匯報》 寧波辦海思港口合作論壇 2015年7月15日經貿訊息A27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周芳儀、通訊員張淑用 將路寧波報導2015中國航海日論壇的重要子論壇之一 首屆海思港口國際合作論壇近日在浙江寧波舉行 來自二十一世紀海信絲綢之路源線近五十家港口單位 三百多位嘉賓參會 參會的馬仕基 中國 總裁彥馳 中海習運輸副總經理沽中東等表示 船舶大型發市今後的發展趨勢 將繼續推動船舶大型發市場 馬仕基 中國 總裁彥馳表示 在國際運輸中班輪運輸的比例一直都在上升 雖然目前全球存在運力過剩的情況 但馬仕基依然在訂製一些大型的船舶 他認為市場環是在增長的 通過船舶大型發保持市場份額 船舶大型發市未來 中海習運輸副總經理沽中東說 截至目前世界範圍未交付的萬箱船訂單已達到464艘 除敲S巴拿馬運河的托歡通航 中海習運已訂造8.3500座的新巴拿馬型船 目前全球可以停靠20000噸雙船的港口 只有六特丹、新加坡、香港、寧波等 其他港口將在這個趨勢中被排除在外 寧波港迎千載難逢基於針對上海港和寧波港的競爭問題 寧波港總經濟師同孟達表示 上海港更多的是發展江海聯運服務長江經濟大 寧波港更多的是服務中國沿海和近陽 寧波港可以與上海港進行錯位發展 未來在船舶大型化的趨勢中 依靠深水梁港優勢寧波港將迎來千載難逢的機遇 其打造海鐵聯運蒜紐港居息 2014年寧波港貨物吞套量達5.26億噸 集裝商吞套量達1870萬標準商 分別居世界第四位和第五位,為對接一帶一路戰略 寧波將完善鐵路系統和推動寧波舟山港口一體化 多開逼國際航線,推動海鐵聯運 把寧波作為一帶一路海鐵聯運的酸紐港 同孟達透露,寧波正積極爭取國家海鐵聯運的綜合試驗區 此外,論壇期間通過了海思港口國際合作論壇 寧波共識和海思港口國際合作論壇實施辦法 海思論壇設立日常工作秘書處、辦公地點設載寧波 秘書長由寧波港集團有限公司出任 海思論壇將每年組織一次 寧波航運經濟指數發布另外 在國際航運及大宗商品交易論壇期間 海上思路指數計去年推出寧波出口集裝商運價指數後 有發布了針對散貨航運市場的指數 寧波航運經濟指數 寧波航運經濟指數是由寧波航運交易所編制發布的反映 南國內航運企業經營狀況和 航運市場動態行程的綜合經濟指標 包括航運業景氣指數、航運企業信心指數、 航運業景氣信號登三大指數指標 包括寧波地區四十余家航運企業、 運力覆蓋全市員海力更百分之七十 指數通過海上思路指數平台 www.msri.cn於每月十五日定期發布 check out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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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